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民起义的序幕 在唐廷评判时立下大功的沙托酋长朱邪赤心被着身为大同军节度时 次性李氏 明国昌 李国昌的第三子 便是后来被唐廷封为晋王的李克用 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唐廷中央 唐义宗李璀刚说出 正能活着见到佛谷舍利就是死也没有遗憾了 他的身体状况便在英湾复古舍利后急转直下 掌管禁军的宦官 神策君祖君中尉刘行申 右军中尉韩文约便将一宗最小的儿子朴王李衍立为太子 暂时掌管军国大使 李衍刚成为太子第二天 唐义宗便驾崩于贤宁殿 十年十二岁的李衍及皇帝位 这便是唐习宗李轩 即使把唐少帝李重茂算在内 唐习宗都是即位时年龄最小的唐朝皇帝 而此时的李唐江山的社会矛盾 早已因在大众面间开始逐渐衰退 义宗在为使统治阶级愈发交涉淫逸的生活下加速恶化的唐庭经济形势 计划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作为国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大底层农民以仍无可忍的揭竿而起 义宗年间求俘 庞勋起义虽在咸通末年相继被唐庭勉强平定 可只要广大底层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没有被唐庭满足 只要因土地兼并 大大小小的战乱致使得大量流离失所的百姓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 那么已经燃起的起义封烟便断然不可能平息 反而只会随着矛盾的加深 在未来城景喷噬爆发 进一步摧残大唐王朝早已腐朽的根基 这便是唐西宗接手李唐江山时的天下局势 面对如此形势 哪怕是能力出众 有中性设计之志的皇帝也会焦头烂额 更不用说一个是非观念尚未完全形成的儿童了 这也意味着权力远远大过 且运输远小过同时代同龄人的李轩 若是没有良师异友做他的引路人 便很容易将他自己乃至于他统治的李唐江山引入黑暗的深渊 而从群臣在闲通年间正式结束 李轩改元前服 正式开启处于他自己的时代时 给他尽献尊号为圣神聪锐忍者小皇帝 圣神聪锐忍者孝皇帝 我们便可猜想当时的李唐朝廷究竟是何等的乌烟瘴气 汉林学士卢邪曾对岌岌可危的天下局势禁言 刚即位的唐西宗满口答应 并下令召卢邪禁言的刚领施行 结果下面的官员却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去召作 李轩的召令竟变成了一纸空门 可想而知 这样乌烟瘴气的朝堂会给年幼的李轩施加怎样的影响 果然 唐西宗随后便把他还是朴王时就极为宠信的小马仿使田令兹 着身为书密使 神策军左军中尉 原本拥立唐西宗的流行身语韩文曰 想着李轩年少好控制 却始料未及半路会杀出个田令兹 唐西宗即位两年后 也就是他14岁时 便已经一门心思扑在生命享乐上 正无一股脑的甩给了田令兹 还令刘善直呼内行地称田令兹为阿富 读过一些书的田令兹便顺利地将朝政大权收归棘手 同时大搞腐败 收受贿赂 不施先和李轩打招呼就随心所欲地任免官员 而唐西宗自然也不会忤逆他的阿富 放任其在朝堂上乱搞一气 田令兹为了在朝堂上立威 炫耀皇帝与他的关系究竟有多亲近 便每次在面见唐西宗时自带两盘水果食物 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喝酒 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从容退去 而李轩和他爹一样 喜欢与守宫 灵官 娼妓混在一起 动不动就赏赐万贯钱财 眼看国库被掏空 田令兹便将长安城内西室东室商旅手中的宝物货品 悉数纳入供皇帝挥霍的大内府库 有人因此控诉的 便让经兆府将其乱棍打死 长此以往就连宰相都不敢提出异议 更不用说宰相之下的其他官员了 乌漏偏逢连夜雨 铜关以东的大片地区 又连年遭受水旱灾害 使得越来越多的百姓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民 当时的底层百姓有多凄惨 通过前面提到的汉林学士如邪的禁言便可见一般 陈思下看见铜关以东自国州 至东海的大片区域 在去年遭遇旱灾 小麦仅仅只有一半收成 秋收的庄稼几乎没有 冬季的蔬菜就更少了 贫困的人只好将草子捣碎当面粉 把槐树叶收集起来当菜 而老若病残的百姓 就连草子 槐叶也无力采集 以往没有收成的年头 百姓都投靠乡林的州县 现在到处都是饥荒 百姓连投靠都没有门路 只好死守在本地 死后就抛尸野外 于是一些无处控诉 无路可走 但又不想坐以待毙的百姓 只好聚集在一起 成为强盗大肆截略 官军面对这些走投无路 除了等死和反抗 没有别的选择的百姓 自然也是必败无疑 也是在这一年 蒲州人王先知开始聚集布种数千 在长远起兵反唐 公元875年 也就是潜伏2年6月 冤聚又有一人 聚集数千人响应王先知 这便是日后占领长安 建立大旗政权的皇朝 此时的王先知也连续转战 攻陷并劫掠蒲州 曹州 兵力已达数万 二人会师后 队伍更是如滚雪球一般壮大 在整个小山以东的地区 横行无际 等到潜伏三年秋天时 王先知的部队在河南流窜作战 连续攻陷又截略了 阳宅 夹城 进逼武中 直接威胁到唐廷的东都洛阳 唐廷急忙令昭邑 中午沙南东到朱藩镇节度时 抵御王先知的进攻 但却仍旧无法阻挡 王先知失无破竹的进攻态势 王先知最终还是将武中攻陷 并俘虏了宰相王夺的堂兄王辽 东都洛阳大受震动 士族百姓都携家眷逃出城 王先知之后又率军攻打齐州 而时任齐州刺史的裴沃 是在向王夺掌管科举考试时 所着生的进士 王夺的堂兄王辽 此时作为王先知的俘虏 便给裴沃写信为王先知说话 于是裴沃与王先知议和 将军队收回城内 不再进行战争 并答应为王先知向朝廷奏请 求得一个官决 王辽也劝说王先知准许与裴沃议和 最终裴沃大开城门 请王先知及皇朝等三十余人入齐州城 设宴招待 并赠送给王先知等人大量的宝物 以彰显裴沃议和的诚意 朝廷除了王夺之外的几位宰相 都站出来反对议和称 先帝没有赦免庞勋的罪过 当年就将庞勋诛灭了 今天王先知不过是一个小贼 其势力无法与庞勋相比 赦免他的罪而给予官决 只会助长奸贼的反叛气焰 只有王夺因为裴沃 王辽的缘故 坚持招降王先知 唐希宗听信王夺之言 准许招降 并任命王先知为左神侧君压牙 兼监察御史 派遣宦官宗使将伟人壮 送到齐州以售给王先知 得到伟人壮的王先知非常高兴 王辽 裴沃也都前来祝贺 不料还没等质得意满的王先知 离开齐州城赴任 皇朝便因没被朝廷封官而大怒 并对他说 当初我与你立下誓言 并横行天下 现在你自己被封官 奔赴长安神侧君 左君就任 把你的五千弟兄置于何地 越说越气的皇朝 甚至直接殴打王先知 他的头因此受伤 其余不重也宣造不已 王先知害怕众怒 便没有接受唐庭的官决 在齐州大肆劫略 其中城内的百姓 一半被逐出城外 另一半被屠杀 居民的房屋被焚毁 陪沃逃往鄂州 王辽被起义军扣留 农民军也就此分裂 三千余人跟随王先知及上军长 剩下两千余人则跟随皇朝北上 后来 王先知率领的部队 在潜伏五年二月 被官军围歼于黄梅 他本人也因此战死 余部则一部分转战江南 另一部分由上让率领 投奔黄朝继续战斗 三月 黄朝在河南进攻汴州 宋州受挫 遍野渡江南下进入福建 随后攻陷福州 前福六年 又转战广东的黄朝攻下广州 并获捉了驻守在当地的节度时 在广州修整两个月的黄朝 起义军兵力也壮大至五十万人 由于黄朝的部队大多来自中原 此时因水土不服 损兵折降甚重 于是黄朝便在公元880年李轩改元广名时 挥施北上 田令子眼见形势不妙 想带着唐锡宗逃往四川 便奏请李轩命令他的心腹陈静轩 杨世丽 牛旭和罗阳稿 镇守三川 做好跑路的准备 面对再次挺进中原的北上起义军 唐锡宗尽管为此感到忧郁 却仍想着通过奢靡享乐来排解不快 由于他爱好打马球 便让这四个人通过马球比赛的名次 作为选择外放地区的次取 最终 陈静轩拔得头筹 第一个选择了最富庶的西川节度史的职位 这便是晚唐聪明昭著的 鸡球堵三川 就这样 黄朝的起义军在这年的12月 攻占了关中的门户同关 长安城岌岌可危 李轩君臣束手无策 只能相视而弃 之前我们提到在唐锡宗刚起位时 近年的汉林雪氏 现已官居宰相的卢邪 面对此景也只得选择自杀 田令兹带领五百神侧君和唐锡宗 以及少数宗室亲王逃离京城 经沙南东道最终前往蜀地 复制了当年玄宗逃跑路线的锡宗 也由此被晚唐诗人违装的一句诗 嘲弄到了极致 如今不关非窃事 使之辜负马伟人 李轩在蜀地待了整整四年 进入长安的皇朝 见广号大旗 正式称帝改元金筒 然而皇朝的起义军一直是辗转于全国各地流动作战 朝廷也因此一直无法集中精力打击 最终才使得起义军不断壮大 如今有了固定的根据地 起义军也成为了一个固定的靶子 也正是因为没有固定的据点 因此起义军之前每攻占一城 便可因短时间内不会再回来而无所顾忌的喜结一空 现在到了长安 即使皇朝一开始下令严禁起义军劫掠 也无济于事 农民军忍了几天后便耐不住性子 开始在长安城内大肆劫掠 城内百姓眼见之前因皇朝命令而忍着的起义军 以为这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 本有拥护之心 如今却看着起义军逐渐露出了比唐廷还猙獰的面目 便也不再欢迎皇朝的队伍 压制逃亡属地的唐熙宗开始组织全国藩镇评判 使得本就如同一个靶子被各路秦王军队围攻的起义军 伤亡更是与日俱增 终合二年 也就是公元882年 皇朝部下的议员大将朱温突然归降唐廷 形势也由此开始逐渐向唐廷有力的方向扭转 大喜过望的唐熙宗赐朱温名为朱泉忠 这便是人称西北有孤忠 中原有泉忠的朱泉忠 不不不 这便是热后镇杀唐埃帝 面王唐朝的那个朱温 最终起义军被迫退出长安 兵败的皇朝也于不久后自杀 光起元年 公元885年3月 唐熙宗重返长安 不要田令慈因为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权夺利 而与之交恶 他便联合宾宁凤翔节度使向河中藩镇开战 王重荣又向此时已继承李国昌权位的李克用求助 二人连手击溃了中央的神策军 以及宾宁凤翔的衙兵 最终田令慈只好带着唐熙宗又逃往凤翔 但时任凤翔节度使的朱温 早就厌恶田令慈专权 便想劫持熙宗自己携天子以令诸侯 结果田令慈早就先行一步 又带着唐熙宗逃往汉中 朱温只好把没来得及跑掉的 向王李运携持到长安立为傀儡皇帝 并效仿宿宗姚尊西宗为太上皇 但朱温与宿宗不同的是 他并没有打败此时还威胁长安的李克用语王重荣 于是西宗以正统的名义 将本与田令慈为敌的李克用和王重荣争取过来攻打朱温 最终朱温被属下杀害 李运也被王重荣截杀 田令慈最终也被唐熙宗贬斥 光起四年 公元888年2月经过几番折腾 西宗李轩终于重返长安 此时的长安城经过好几波部队的劫掠 已经破败不堪 不复往日雄风了 围装有诗云 内裤稍微挤袖灰 天阶踏尽 宫清谷 而西宗的身体 也如同此刻的长安城一般 彻底垮掉了 在拜业太庙 改元文德后 以宣变暴病而亡 终年27岁 此时的大唐王朝 由于皇帝多次外逃而失去的威夷与迷心 加上中央禁军神策军此前的崩溃 已再无任何制约藩阵的能力 除了河西 山南 建南 岭南西道 数十州上廷朝廷号令 取于藩阵皆以拥兵自重 割据一方 接下来行将就幕的大唐王朝又是何等走向 咱们下回再聊 这期的大唐王朝就到这里 如果各位喜欢的话 烦请关注 收藏 加点赞 你们的支持将永远是我继续做下去的 最大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你们催更好久的大唐王朝终于来了 也希望各位能关注我新开的 又一部大一统王朝断代史 大汉王朝系列目前已经更新了两期 而且口误都已修正 也请大家谅解 由于我一人报办了视频 包括文案 剪辑 配音 配乐 加字幕 做封面 取标题等全部流程 再加上此前一直维持周更的频率 使得我没有时间考证一些读音的正确读法 不过其他部分 包括史料 史实 观点等都是经过我深思熟虑后才放上来给大家看的 因此也请各位不要因为读音的错误 就认为整个视频不严谨 今日戴上有色眼镜 加以批判 我也会如动态所说 在更完文景之志 以及罗伯斯比尔后 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息与调整 我也确实经受不住一周通宵好几天来维持周更频率的生活了 比如说江武签字的晚案 花了将近50分钟配音 一直拖到现在的我 感觉自己已经口齿不清了 因此或许还是等自己精力充沛的时候再做视频 但能做到事半功倍 而不是事倍功半 之前一直嚷嚷的休息也没敢怎么休 就是因为想要冲击十万粉 因此也希望大家支持 给个三联关注 因此让我实现得到十万粉丝奖牌的夙愿 并能因此让自己安心休息一段时间 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